多谢前辈指引,那我便暂且告辞了,先去往一趟深渊基地瞧一瞧。 萧炎抱拳拱手,此番在萧雨昕并没有待多久的时间,原神分身和本尊都得到了一些提升,但这样的提升还远远不够。 已经来到悬阴针界,能够获得更大造化时,萧炎便会毫不犹豫,时间紧迫,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说完,萧炎便是立刻准备动身,前往深渊基地。 等等,冰云兔你随他同去,这样我放心一些。 就在萧炎准备离开之时,女帝忽然说道, 顿时间,冰云兔那粉红色的毛子中,写满了挣扎和不愿。 不要不要 冰云兔疯狂地摇头,极力反抗。 萧炎看着很是不愿的冰云兔,微微挑了挑眉。 本意上,使戏想要拒绝的,看着冰云兔挣扎的模样,卷起笑了笑。 也好,带个实录的也不错。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不! 别耍小星子,记得乖乖听他话。 女帝说着,便是将怀中的冰云兔送到了萧炎面前。 结果冰云兔,萧炎也是学着女帝抚摸起柔软的皮毛。 只见那一双粉色的毛子里充满了惊恐,浑身的每一根皮毛都好似在极力反抗。 小兔子乖乖,来,便打让小爷起一起。 萧炎拍了拍冰云兔,后者在挣扎中,还是只能乖乖听话,毕竟女帝就在一旁,她没有选择。 萧炎的一声,吓了萧炎一跳。 显然是冰云兔故意的,一肚子气撒不出来,只能是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冰云兔瞬间膨胀到了十几丈,气鼓鼓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萧炎脸上笑得很是灿烂。 萧炎,盘坐在了冰云兔的背上,对着众人挥了挥手。 那便暂且告辞。 袁儿,你也要小心些。 萧炎说着,最后,不光还是停留在了女帝的身上。 或许是因为女帝的深情打动了萧炎的内心, 也或许是在萧炎的深层次记忆里,还是有着一丝尊上的影子。 此刻已经完全进入了尊上的角色。 萧炎拍了拍冰云兔后,很是不耐烦地摇晃了几下身子, 再是身形一阵,化作了一缕长红,朝着远方掠去。 便是消失在了萧雨兴。 就在萧炎离开萧雨兴不久之后, 一片心灰之中,有上百个星辰汇聚, 只见无数飞兽飞驰。 鹤展这里便是猎神宫核心所在, 在这百颗群星之中,有一颗体积最小的星辰, 泛着光辉,一眼便是可以看出她的不凡。 她离开萧雨兴了吗? 一道身影,盘坐在波光淋漓的瀑布之下, 紧闭着眼眸,轻声开口。 是的,公主。 一人笨跪在其面前, 面色凝重地回答道, 紫薛何处啊? 看起方向, 应该是前往深渊极地。 哦? 深渊极地? 你弟因他而复苏, 可查详了他的身份。 身影依旧闭幕, 脸上平静, 没有任何波澜。 之前死的猎神者, 和后来两位不朽猎神者, 似乎都是被他所杀。 传来的消息据说, 他是刚刚从神兮世界降临至此。 半规之人, 恭敬开口说道, 闻眼, 紧闭毛子的男子, 眉头忽然一皱, 而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水光之中, 倒影的是一张清秀的脸庞, 身着精致长袍, 长发及腰。 可若萧妍在此, 看到这张脸庞的时候, 恐怕他都会愣住。 这张脸庞, 除了衣着与发型 与他有差别之外, 五官和他长得是一模一样。 来自神兮, 来杀了两名不朽, 此人什么是脸? 睁开双毛的男子, 继续开口询问。 公主, 目前所有和他交过手的猎神者, 无意生还, 暂且没有血泻的消息得知。 半跪的身影, 额头冒起冷汗, 喃喃开口。 无意生还? 此人手段倒是残忍, 立刻派人将他给我抓回来。 男子一挑眉, 眼中顿时有一抹怒气涌动, 一声开口,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他身上扩散而出。 半跪的身影往后倒射, 胸口一闷, 当即便是一大口鲜血喷出, 不过, 也是迅速稳住身形, 重重抱拳。 是, 公主, 来自神兮, 你弟真是因他而复活的话, 莫非是他? 男子眼中露出了复杂之色, 光芒闪动, 实则, 在他眼眸无法察觉的深处, 有着一抹忌惮, 男子身上强悍的气息涌动, 片刻之后才是缓缓消散。 可恶, 始终停止于此, 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先制于我, 究竟是什么在阻拦我突破? 男子一咬牙, 脸上有怒气涌动。 女帝复苏也好, 只要将女帝身上的世界之气夺取, 我必定能够突破。 男子男男, 说着, 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她的实力停止了太久太久, 无论如何努力, 始终都无法继续突破。 祖斥, 女帝已然复苏,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解决掉她? 此时, 男子身后, 一道妩媚的身影出现, 婀娜的身姿, 以及一头红发, 五官精致中, 又几句魅惑, 特别是傲人白皙的双峰, 紧贴祖斥身后, 在其耳边轻声呢喃。 小雨星之中有一个大阵, 想要突破这个大阵, 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 那些老怪都在小雨星, 也必须要解决掉他们, 才有机会击杀女帝。 祖斥面色凝重, 缓缓说道, 你如何打算? 妩媚的女子贴着祖斥的脸颊, 撩动发丝, 这张脸庞, 和彩琳起码有八分相似。 召集猎神宫所有的不朽强者, 全都回归到猎神宫之中, 但我从长记忆, 这些老怪, 可都不是一些好对付的主, 女帝更是心思缜密。 祖斥继续说道, 那女帝不是早就陨落了吗? 现在应当不过只是一缕残魂分身罢了, 需要这么小心吗? 女子有些不解地问道, 觉得祖斥过于小题大做了。 你这心思诚服, 能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啊。 虽然他曾经被我暗算基本陨落, 但他始终名为你弟啊, 可不谨慎一些, 阴沟里翻船, 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祖斥笑了笑, 脸上充满了宠爱, 拎了你女子的敲脸, 而且啊, 子嗣从沈夕降临之认, 也是十分蹊跷, 还是把事情查清楚一些再动手也不迟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